第104章 铁剑 木剑 一念间 君墨走进烂科后寺 石平间的黄一僧人佛言声声围了上去 手中的铁杵铜波像雨点般砸了过去 有些境界高深的反应更快的修行者也施出了飞剑 反应快有些时候不是好事 就比如此时此刻 君墨挥秀 庭院间天地气息大乱 无数的铜波铁杵击舍而回 那些僧人被自己的本命物砸得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 眼看着有好些人便没有了呼吸 然后君墨冷冷地望向那些境界深厚 反应更快的修行者 那些修行者顿时觉得微压入体 十余饼飞剑被秋雨击落 甚至有修行者石海破碎 喷血而死 石平间惨毫连连 断之似非 蓄流成河 纵使是秋雨见皱 也无法在一时半刻内冲洗掉 一股浓郁的血腥气味 将古寺的佛门清净气息 丝柔得不胜些许 耶稣静静地看着木剑 雨水击打在他的剑面上 将宁缺二字符留下的那两道白痕 渐渐洗去 然后他抬起头来 望向那个带着高冠的男子 君墨看着殿前石阶下 已经没有黑色的马车 看着骑山大师身前的那方棋盘 神情微宁 感应到一道目光 侧身望去 恰好迎上耶稣的目光 二人没有说话 神情各自默然 苍狼一声 耶稣目见出窍 混着秋雨 刺向了君墨 此时君墨终于初见 从破佛光大阵 走进烂科寺 一路行来 拦在身前的任何事物 都被君墨震飞 他一直都没有初见 因为他没有遇到 值得自己初见的人 而耶稣乃是道门的行走 十余年前 便堪破生死的修行天才 自然有让他初见的资格 君墨高官薄带 袍服宽大 看不出剑侠放在何处 但当他的剑出现时 室内的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因为他的剑 与世间所有剑师的剑都不同 剑身极宽 宽得难以想象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柄剑 而像是一块方方正正的铁片 这样一块方铁片极为显眼 想不看见都困难 君墨的剑 本来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书远二先生和道门行走的剑 终于相会在烂科寺的丘鱼里 耶稣的剑 无痕无忌 无声无息 无情无实 行走在丘鱼之中 就仿佛变成了真的丘鱼 能认万物无声 却没有春雨对生命的怜悯 君墨的剑 则是大开大合 在雨中依循着笔直的线条前行 每至近处 又会严重违背修行者心中遇见术的规则 陡然折回 依然走的是直线 耶稣的剑道 是最细的寒风 最微的秋雨 能够入世间一切有剑 君墨的铁剑 则是方正到了极点 风雨不能进 极短的瞬间之内 木剑与铁剑在雨中交汇碰撞了 不知道多少次 又似乎一次碰撞都没有发生过 秋雨被这两道强大的剑势 逼得横袭而飞 忽然间 君墨神情威领 竟是毫不犹豫地转身 向佛殿里击掠而去 此时 耶稣的木剑 正在秋雨中纵横无双 将将要来到他身后三丈之地 君墨看着佛殿里的七念 面色微白 广秀 向身后一幅 那把方正宽大的铁剑 自西面四墙处鸣笑而回 不再像先前那般画着方正的图案 而是极其简单地开始画直线 显得更直 更硬 所以 更强大 耶稣 看着向殿里掠取的君墨 神情漠然转身 也不再看他 而是望向后四的院墙 看着坡下的一道四眼眼眸里因有雷电之意 君墨转向残破的佛殿 耶稣 看着院墙飞檐 都是年轻一代最强大的人 都是最骄傲的人 那么要看便对视 不看便接转身 兰克斯上空的雨云里 见有明亮机韵 闪电落下 雷声大作 那道穿行在秋雨里的木剑 仿佛被雷电击中 带上丝丝的亮泽 斜着风雷之势 继续向君墨刺去 铁剑与木剑 终于在肉眼可见的层次内 发生了一次真实的碰撞 秋雨大散 雷电轰鸣 耶稣的剑道 此时俨然已经明误了世间治理 甚至已经半步踏进了天启的境界 君墨却依然没有回头 依然向着佛殿方向激略 他没有属于自己的规则 也没有像修道者般 可以借用耗天的力量 但他和他的铁剑 对某个规则的信奉 却是那样的坚不可摧 以至于那个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 已经变成了他自己的规则 那个规则便是秩序 他的铁剑守护的便是绝对的秩序 七年的双唇有些发白 被秋雨浸染 依然显得有些干涸 当微微息动时 便像是雨中的枯白落叶 轻轻颤抖 殿前十阶周遭的人们 震撼到了极点 神情骤变 因为他们知道马上便会看到修行界里传说已久的闭口禅被一语道破的画面 佛宗行走七年 修行闭口禅已有十六年 从未破戒 哪怕是当初在长安城湖畔的雪林里面对着神秘的魔宗宗主二十三年禅 他依然没有破戒 由此可以想见十六年闭口禅 一朝破戒 那会意味着什么 七年的嘴唇微开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残破的半截舌头 他脸上的神情很平静 轻声说了一个字 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说话的缘故 显得有些寒昏不清 急 他说的太过寻常随意 让人根本感觉不出 这像是一个十六年没有说过话的人说出的第一个字 这与人们的想象形成了极大的落差 浪克后死一片安静 远处 瓦山峰顶上的佛祖石像仿佛真切地听到了这个字 岩石雕骚而成的佛祖面容忽然变得生动起来 显得悲悯到了极点 佛祖石像直面山下的右手掌尖 有宁缺先前用原石三剑射出的一个洞 那个洞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反而掌心里射出的佛光 尽数脸墨 佛光出现在了七念的身上 他的目光落在那方棋盘上 古色的地面开始剧烈地震动 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僧人和修行者被震至半空之中 中寺和前寺的殿宇墙面上出现了无数道裂痕 某处佛殿外 眉边的一口微微摆荡的哑中 忽然悬停在了空中 古中表面出现了道道密集的裂纹 然后像花朵般炸开 裂中如瓦 霉丛如雪 秋雨中 二师兄的黑发向后飘舞 搏带乱飘 愤怒到了极点 然后他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 哪怕是同样骄傲的耶稣都无法想到的事情 他伸手召回了自己宽峰的铁剑 竟是根本不理会身后那柄带着风雷之势的道剑 怒笑声中把铁剑向着殿前的七念支了过去 君墨这样做便等于是把自己的后背全部留给了耶稣 他是骄傲强大的书院二先生 但把自己的后背留给已经半截踏入天起境的耶稣 这和自杀依然没有任何分别 耶稣看着眼前被秋雨打湿的寺院院墙 感知着身后发生的变化 神情骤领 在心中震撼地想到此人好强的心智 君墨收剑 就是要邀请耶稣来杀自己 是在赌耶稣敢不敢杀自己 耶稣叹息收剑 君墨胜了或者是他赌胜了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世间除了书院二师兄 还有谁敢这么赌 又或者君墨算准了耶稣一定会收剑 那么这还是赌吗 宽支的铁剑离开了君墨的手 与空气高速摩擦 带着一缕明亮的光线 见风之前 时间扭曲变形裂开 根本无人敢挡 一掷之位 竟隐隐然与先前柳白的天外一剑 相差仿佛 就在七年的目光将要落在棋盘上时 铁剑到了 铁剑斩断目光落在棋盘上 相隔十六年 七念说出了那个极字 还在秋雨里不起眼的飘荡 秋雨无声 殿塌有声 连绵不断的轰隆巨响声里 佛殿渐渐垮塌 变成了废墟 漫天的烟尘渐渐被雨水掠没 君墨走进佛殿废墟里 脸色苍白 刨浮危脏 往日里绝对对称 就连左右的根数都完全一致的双眉 变得有些微乱 他没有看见那张棋盘 沉默片刻后 他从身前的砖木碎粒里 捡起了已经有些变形的铁剑 双臂用力把铁剑慢慢地扳直 虽然不是太直 但已经足够砍人了 然后 他妄想七念 玄空寺戒律院首座 经过片刻喘息后 回复了一些修为 左手颤抖着 在身前的血泊里 拿起了佛祖留下的鱼兰灵 向街上置了过去 君墨看都没有看一眼 伸出左手 在空中握住那只铜铃 鱼兰灵里残存的佛性 感受到这只手的不静 愤怒地颤抖起来 君墨的左手很稳 指节细长 铜铃的佛光 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 他指节微白 莫一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鱼兰灵 在他的掌心里 变成了破铜烂铁 宁缺不能接触于兰灵 那是因为佛祖认为 他是邪惠 尔师兄能够接触于兰灵 那是因为 就连佛祖留下的气息 能够感受到他的不静 却无法认为 他是邪碎 君墨心正而自信 根本不会被任何外物所获 更何况 他这一生罪是厌佛 心道如果自己都是邪碎 那你佛祖又算是什么东西 佛宗的圣物被毁 身为执灵者的宝树大师 既是心痛 佛心又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脸色变得极为苍白 力声怒喝道 君墨 你好大的胆子 君墨 看了这位悬空寺戒律手作一眼 握着铁剑的右手微微一紧 只听刷的一声 宝树大师剩下的左臂脱离身体 落在了秋雨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